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周武帝在北周境内灭佛 然后率兵消灭东边的北齐 偶依北方后立刻着手在北齐境内推行灭佛 今儿周武帝将目光投向塞北江南 准备花一两年时间凭突厥定江南 实行天下意图 可就在出征讨伐突厥的路上 陛下 我们的位置在这儿 陛下小心 别伤着自己 朕凭了突厥 然后 再定江南 到时候这天下就是朕的了 陛下御驾亲征 定当是马道成功 这些个突厥人不知陛下天威 单敢阻挡天子之师 必败无疑 还是你懂事 谢陛下 朕听说朝中还有些大臣 对朕有所不满 那些个不懂事的奴才 妄断圣意 说什么陛下不应该灭佛 他们哪里知道 朕灭北齐以后 从寺院赶出僧尼两百万人 加上原北州境内的灭佛成果 朕一共让三百万僧尼 变成为国家重粮纳贡的平民百姓 没有这个 拿什么打仗 朕又凭什么一统天下 陛下息怒 陛下没必要跟那些个 鼠目匆光的奴才生起 那些人呢 回陛下话 臣都已经解决了 行了 行了 朕饿了 传拔虎 是 陛下 还有鸡蛋吗 陛下先吃点别的 鸡蛋马上来 刚才可是满满的一盘啊 拔虎 你伺候陛下多少年了 这点规矩都不明白 陛下喜欢吃鸡蛋 你就多背着血 可是鸡蛋吃多了也不好啊 还敢顶嘴 快去准备 是 是 这是哪儿 来人哪 护驾 若王者共争无量国土 互相攻伐 互相打负 若杀 若害 假种种苦 一切皆由欲因缘故 视为欲过 谁 谁在说话 放下你的贪念 放下战争 你的心静了 自然可以看见我 哼 不打仗如何一统天下 朕如何做到王天下 只要用一颗利益众生的心去做 即可一统天下 何须大动干戈引发战争呢 你要知道 因贪利固 法持兵杖 因弓碾 入军战斗 行司步兵 像马车 不重兵共斗 始据罗王 阴郁自萨 出来 少跟我玩这些把戏 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 你用手中王权来灭我佛法 乃邪恶之人 邪恶之人将来不分贵贱 都要下阿比地狱 你难道不怕 但令百姓得乐 朕已不辞地狱诸恐 你令天下苍生处于战争之中 百姓何来之乐 少来这套 去 在出征讨伐突厥的路上 周五帝莫名其妙地深染重疾 继而疑病不起 回到洛阳后 当天死去 隋文帝阳间建立隋朝 拔虎继续在宫中做御厨奸善 蹊跷的事 就在隋朝开黄年间 好了 爹爹要进宫去了 回来再给你讲故事 天凉起来了 你可别着凉 知道了 他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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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哪 这家怎么了 这么重的怨气 你看 那个不是平常所命 带人下地狱的阴司吗 怪了 按理说 这等大事 他们阴司不应该弄错 这个拔虎平生并未作恶 不应该这么早就把他带走 那咱们慢慢去 他们阴司办事 我们去插手 都有不便 我看看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贫僧路过此处 听闻施主哭泣 可谓何事 大师 我丈夫他 突然就 带贫僧看看 心口尚有余温 贫僧劝你们 不必急着下葬 再等等 可是 他能听你的吗 会的 这事多少有点蹊跷 我看哪 还是得择日择时下葬为好 舅舅 这不明不白的 孩子 你就听我一句吧 这人死不能复生 难不成你还等着他活过来 没事 我总觉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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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把人给吓死了 你干嘛去了 你 快快 准备车马 我要去见皇上 为周五弟传话 这事儿挺奇怪 那咱们就看看去 那咱们就看看去 陛下 臣要传话 听说你死了 听说你死了 这死而复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陛下 当天我正准备进宫 好 好了 爹爹要进宫去了 回来再给你讲故事 天凉起来了 你可别着凉 知道了 巴虎 他爹 他爹 快来人哪 他爹 您是谁呀 带我上哪去呀 您走慢点 我就跟不上了 你找 找 找错人了吧 我求求你了 放我回去吧 我这一生病未作恶了 为什么这么早就带我走 鬼爷 你能不能好好查个清楚啊 鬼爷 你真的在去查查 是不是弄错了 我这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怎么能 把虎 妈呀 周五弟 当时一见到周五弟 我心想完了 这次真的死了 继续讲 陛下 把它解开吧 放心 阎罗王传你来 是为我的事情作证 你自己没有什么罪 问完话 就能回去 好好好 跟我走吧 走 坐 你见了大王 你见了大王还不行礼 拜见大王 以为周五弟准备饮食 他前后总共吃了多少白团啊 白团 白团就是鸡蛋 那这个 这个回大王的话 五弟吃的白团数量实在是小的记不清楚啊 这个人记不起来了 那就必须取出来看看 啊 好了 有多少 回大王 都有十多虎 好了 都退下去吧 这就是你贪吃鸡蛋的惩罚 老虎 你回去吧 大王放你回去还不嫌 谢大王 谢大王 走吧 好 点击 现在有一事相求 立下请讲 你回去以后帮我传话给大隋天子 以前他曾与我共事过 伯库里的金玉捐驳也是我积存下来的 我因为毁灭佛法 现在每天每刻都深受极大的痛苦 希望他能为我做些功德 听陛下放心 臣一定把话带到 走吧 你 你 你快把人给吓死了 你干嘛去了你 快快 准备车马 我要去见皇上为周五弟传话 请陛下 为前朝五弟作妾功德吧 你起来吧 朕这就下旨 昭告天下 全国百姓各出一前 为前朝周五弟祈福 陛下宅心仁厚 乃天下万民之福 臣叩谢陛下圣恩 经此一劫后 八户整日仿佛魂不附体 后来就辞去宫中 御除奸善的官职 回家休养 但整个人也昏昏噩噩 少有些动静 他就像惊弓之鸟 惶惶不可终日 赢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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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人哪 八虎是我 我是老王啊 怎么回事 弟妹 我 我就招呼了他一声 他怎么就 他爹 他爹 他们又来了 又来抓我了 是老王 玉楚老王 不是不是 我听见声音了 他还在那 八虎 我是来通知你 去领取上个月的风落 有劳您了 王师傅 好好养着吧 用不用 借上个大夫过来啊 看过了 大夫说需要静养 快把他拿走 快拿走 好好好 我这就拿走 这会害死人的 会害死人的 他爹 你不能什么东西都不吃吧 这样下去 身体可就拖垮了 这人怎么不开窍呢 怪可怜的 咱们要帮帮他 阿弥陀佛 大师 您来了 正常饮食是需要的 如若饮食不知节量 则贪欲生 人内心一旦充满贪欲 必然一步步走向邪恶 最终葬送自己 就像周五弟那样 请大师执命到了 世间各种使人不安的现象 贪欲是其重要根源 贪为斗争本 贪欲作为下制家庭 上制国家 各种斗争的根源 不贪者 才是一切善罚之根本 我就是看到周五弟因为贪欲 招致那样的报应惩罚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遇之事由 一 以获大安领众生案 就是说个人获得安乐利益后 还要帮助更多的人得到安乐利益 二 大爱坚强 对他人要有坚强的同情心 三 使一切人如己骨髓 对待众生爱之彻骨髓之爱 是最纯洁和道德的 予为一己之私的罪恶贪爱 是完全不同的 四 随人所行 而是现行 以致行为上与他人保持一致 使得关系融洽 敬而给予有益的帮助 五 利于吉尚奇特之德 这一条就是要我们建立崇高的人生道德 谢谢大师 从今以后我们全家皈依佛门 终生依教奉行 阿弥陀佛 正所谓 若有贫穷者胆求于一时 既得一时级 复求美好者 既得美好者 复求于尊贵 既得尊贵者 求王一切地 舍得晋王帝 复求为天王 世间贪欲者 不可以裁满 正所谓 莫作非分贪 少欲多安乐 知足得解脱 少欲又涅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